Hi 我是維維 今天我帶了柴犬湯圓給你們吃 好像有點巧合 它的造型非常簡單 做法又不是很簡單 應該不是 看完之後再說 首先我會把黏土分成兩等份 這顆我會加一點點白色 如果不加白色的話 我怕它太透明了 就加一點點吧 然後這顆就有少許 啡紅色和土黃色 搓成長條 上下這樣放 然後拿粒粒棒出來 把它們一次過壓扁 瞄準中間這條線對接 再壓扁再對接 如是者重複三至四次 直到它出現了漸變色 另外用輕黏土做一個波波 這樣做一來可以折散外層樹枝土的用量 二來可以防止作品乾了之後熟細 也可以快乾一些 才剪好大小就可以包起來了 保持正面好看就可以了 背後真的不要緊 把多餘的黏土拿走 用工具棒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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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慢慢不平整的地方就會消失了 正面轉過來就是這樣的 原味 調整蝦形狀 魚面方面就隨你喜歡啦 耳仔要細細粒才夠得意的 搓成水滴形 掃一點水把它們黏合 掃一點水滴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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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氣鼓這邊的漸變色是彎形的 把白色那邊摺幾摺 這個部分是有點高難度的 多看幾次弄清楚才開始做 其實是我不懂得怎樣解釋給你聽 在中間壓一壓 整個屁股的形狀就出來了 加上尾巴 哎呀 本身是想畫出來的 但後來被我拆了 五官都是用黏土來做 口體一點 每一隻都長得有點不同 獨一無二 在那邊需要三條很幼的線 排成一個米枝 拿出这枝万溶光油 颜料你要逐一点逐一点加 时不时都拿上来看看颜色 逐不逐心水 好想吃了它 淋上汤汁 拿着上色黏黏黏的 很不舒服 忍一会才去洗手 之后就没什么可以做到 等它干大概要1小时 新鲜出炉的柴犬汤卷 买来看买来选择 喜欢这条影片就跟着一起做 记得赞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